上海队严明勇调环 调环现在是没有连接加分的 动作做一个算一个 不像以前力量动作属于上升的话 是可以有连接加分 后摆上乘倒十字 后摆上前驱两周 成水平的十字 后摆上乘倒立 选手动作要求是一次到位 如果调整的话会被紧扣分 下法站非常稳 调环项目下法也是有单独的组别的 那么他的五个组别的分别是屈身上和摆动 摆动到手到力 摆动到力量静止 力量和静止 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要求停的时间在两秒和以上 这个水平支撑做的就非常漂亮 调环项目是完全靠选手的这个上肢力量去完成的 所以呢 调环特别强的选手 他的体格要和其他一些项目 比如说是腿部力量较强项目的选手 他可能体型就不太一样 胳膊会显得特别要比半人的肌肉更加发达一些 像腿部力量要求强的项目 包括像自由操 像跳马 鞍马也是对运动员上肢力量要求很高的项目 那是楼权第五个吧 那我是第六个 严明勇的调环16点10分 体操在自身上